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讲的 如果说我今天要统计每一个员工的销售金额 要发的奖金 那这时候要注意到 销售金额假设是在0到49999的话 他的奖金比喻是百分...怎么样 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 当成他的奖金 如果他是5万到99999的话 19的话就是6% 那10万到19999的话就8% 这样子一此类推到了100万以上 就是10% 那我要怎么算呢 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函数 LOOKUP 我要去搜寻什么 我的销售金额 在这个销售这个表格里面 12到F7 这里面来讲 他在第几格 所以我们按F4 注意到 因为你这个是公司要往下扣比 必须要把这个范围锁定住 不然会偏位 好 算出来他的奖金比是多少百分比以后 还要再乘上这个储存格本身自己的金额 那这次又跟你讲算出来什么 他的金额是77334.12 哇 有小数点 那基本上台湾现在也没有这种什么 集交几分 老板也花不出来 所以一般都会怎么样 干脆阿沙利一下INT 整数嘛 我们取个整数 有没有 所以就会变成77334 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我直接按滑鼠左键 在右下角按滑鼠左键两下 好了 就算出来每一个人可以分到的奖金是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这样看起来不好看 你可以自己把它干嘛 点这种逗点有没有 然后 没有小数位数 这样看就比较好看多了 也比较清楚 大概你知道每个人领的奖金是多少 那第一个 我们用的是什么 lookup这个函数啊 去作业 其实上你还可以改什么 还可以改一个 改成V Vlookup 有没有 那他Vlookup这个函数呢 功能一不一样 请注意到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出来 太少的引数 为什么没太清楚 lookup不用指定要抓第几栏 可是 Vlookup要抓第几栏 所以刚才讲 你要知道抓的是什么 第二栏 第二栏 第二栏的资料 好 他就enter以后 他就算出来了 那一样点两下 有没有 OK了 就算完了 所以方法有很多种 就看要哪个函数来做 都可以 没有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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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绝对的